拜託 今年慈青日的主題 我們特別揀選這句聖經的金句 人指你不是為受服侍 而是為服侍人 其實是回應總會長給我們的邀請 透過我們愛德的行動 將希望帶回身邊的人 我們都期望我們每位慈青 都能夠透過具體實質的愛德行動 將希望將喜樂帶回我們身邊 所有受到疫情 受到所有生活困難困擾的人 其實網上做慈青日 為我們來說也不是新的事 去年我們已經開始是這樣的 都有很多不少聚會 其實我們都變成網上進行 其實在技術方面 基本上已經處理得到 本身其實我們在二月底 會做慈青日 去到學校裏面 一起去做一個嘉年話會 大家會相聚面對面 會有遊戲 會有一些祈禱的部份 不過突然之間 來了第五波的時候 都將我們的計劃打亂了 在很多應變方面 其實都考驗我們的資深辭清 青年牧民的同事 如何可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繼續將我們一些好的訊息 他將我們自稱這個身份 在當下能夠做到的事 繼續發揮 因為修士他就是以這樣的心態 今天他成為一個被專屬的人 不是因單單是他 而是耶穌基督在他身上 成就在一切 而帶領他 使他能夠真是以基督之命 去服務其他兄弟姐妹 就要多謝在座的每一位 你們在鏡頭前 和我們一起去參與 今年的時青日 都給點掌聲自己 來吧 來吧 來吧